主席各位委员 本院委员廖宛如等临时提案 有鉴于全球化 思维化发展兼人 但台湾却因法令不全 思维封闭导致 思维化的竞争能力 远落于欧美及先进国家 甚至于大陆香港等 都已经超越台湾了 以台湾目前的实际状况来看 网络电视几乎已被中国化了 许多青少年躲在房间里面 观看中国的网络电视 有线电视系统方面 不是招财团先垄断 再转卖获取暴利 就是节目品质极其低落 每天重播相同的内容 既无自制节目可言 台湾无论在数位化的平台 内容产业上竞争力 是日渐的流失 马总统也曾非常忧心的 要求相关单位 要加速推动数位汇流发展方案 目的就是希望能跟得上 国际数位化的脚步 为此渐进行政 愿积极规划整理性的 数位汇流发展进程的相关法令 并主动与立法院沟通协调 是否有当进行公决 感谢观看